大家好 歡迎收聽阿塔男孩的跨旅程 透過這個節目跟你聊聊那些你想知道的 你不知道的還有你該知道的跨性別議題 無論你是跨性別還是順性別 快跟著Devin一起踏上這段奇幻旅程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Devin 歡迎收聽今天第29集的節目啦 下禮拜3月31號就是國際跨性別現生日 大家應該知道這是什麼日吧 對就是跨性別現生日 跨性別現生日跟11月的跨性別紀念日就是不太一樣 跨性別紀念日比較就是在紀念那些被受迫害或是遇害的那些跨性別者 那跨性別現生日呢比較是一個慶祝的日子 就是慶祝我們的存在 然後希望讓這個一個比較有一點比較快樂一點點的日子 去喚醒大家對於跨性別的關注 或是對於跨性別者的認識跟了解 所以跨性別現生日 其實這個現生其實也有蠻多不同層面的意義啦 那對我自己來講 我現在在做事情其實就是一個公開的現生 那我以前的我也是看到了很多現生 很多公開的前輩們他們的分享 那我才有一些支持吧 或是覺得有一個人陪的感覺 然後才慢慢慢慢的走到今天這一步 那今天這一集 跨性別現生日的特別企劃呢 就重金邀請了三位前輩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公開現生的這一度心路歷程 然後還有想要跟一些還在迷茫的跨性別朋友們 給他們的鼓勵或是一些建議等等的 好嗎 那準備好了嗎 那我們要出發囉 那其實大家知道 跨性別男性在台灣公開的人其實蠻少的 就是比起可能男同志女同志 甚至是跨性別女性等等 你只要一講到的時候其實就可以想說 誰是誰有誰是誰這樣 誰是誰是這方面代表等等的 但是跨男就真的很少幾乎可以說是沒有吧 沒有沒有這樣子一個公開現生的存在 對於大家來講比較多的是 跨性別男性這樣子的一個身份 只是我生命中的其中一個部分 或是說是我人生的一個一小段的過程 那可能甚至對很多人來講 他就只是一個過去式 所以當他已經走到了今天這一步 可能他很pass之後 他有自己人生要過 就不會想要再回憶起跨性別的這個身份 或是談到這方面的資訊 所以其實這一次我也找了蠻多的 就是邀請了蠻多的前輩 但是可能大家都有自己的人生要過 大家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 然後有蠻多人是因為隐私的考量 或者是他就再也不想要跟這個身份 有任何的掛鉤 或是也是擔心身邊的人啊家人等等的 反正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啦 所以到最後就是 蠻多人都就是婉拒了這個邀約 那非常非常感謝 然後也很珍惜 最後有三位前輩答應這個邀約 來我的節目 來跟大家聊聊天說說話 分享一下他們自己的想法這樣子 我從小就沒有隱藏過自己的身份 然後所以也沒有什麼選擇公開現身這件事情 所以我一直都是很透明的人 好 大家剛剛聽到的那位是來自 AC的聲音 他是也超帥的跨男 那今天所有的受訪的三位 前輩的資訊我都會放在資訊欄 大家如果有興趣想要認識他們 或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可以聽完這集 聽完這集之後呢 再去去資訊欄 找他們的IG等等的去聯絡他們 OK 答應我聽完這集 不要現在就跑走了 不要被他們聲音吸引到 想說平常要聽這份聲音聽膩 然後想說要去認識新的人 不行 聽完這集才很早 好 那就像剛剛AC提到啊 其實跨只是我們人生中的一個部分 只是我眾多個身份中的其中一個 我平常也有我自己的工作 有我的生活 我是我室友的室友 這是在講什麼廢話 然後我是一個兒子 我是我爸媽的兒子 然後我是一位攝影師 所以我還有很多很多的身份 那只是我的其中一個 那對於很多人來講 其實我們不是說 刻意的選擇一個時間點 然後好像召開記者會 然後說嘿大家 我是一個跨男 怎麼樣 厲害吧這種 沒有說要去召告天下 只是 只是我對於這個身份 或是對於我這些經歷 沒有想要隱藏 或是不想要被別人知道 那可能剛好就是遇到了 有人需要這樣的資訊 那我們就站出來分享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 其實就像剛剛AC說的 然後其他的前輩 其實也都這樣 就是 我們只是把 我們經歷到的東西 或是我們知道的東西 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那雖然不是每一個人都 都覺得這樣分享是好事 或者是 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能力做這些事情 那但是我們覺得 就我自己啊 然後跟這些前輩們聊天的時候 也是這樣 就是 或多或少都可以幫助到一些 還找不到方向 或者還在迷失的人 所以 其實我覺得做這些事情 都是有它意義在的 其實我一開始在網路上公開自己是跨性別 只是想說 就是我自己的事嘛 我想說就說 然後 再加上其實 來看的人 大部分都是 同文層 就是LGB個人 所以其實沒有差 這個難度 並沒有這麼高 說老實話 那這幾年 工作的關係 日常生活中的圈子 多了很多 就同文層外的朋友 那一開始也是很掙扎 就是到底該不該讓這些人知道 因為他們有我的IG嘛 那後來想想就覺得 如果你選擇沉默 你如果有一天要為這個族群發聲 或是 你想要說點什麼的時候 你到時候也是一樣說不出口 可能我不想要這樣子吧 所以就還是說出來了 那剛剛聽到的這位呢 是鐵熊的聲音 鐵熊是一位藝術家 我覺得 我覺得我自己其實蠻蠻喜歡 蠻佩服他的 我覺得他是把 他的人生 然後把性別這件事情 當成 一件藝術在火 好這樣講 是不是很抽象 好 但是我覺得這點蠻有趣的 大家可以一起思考一下 我覺得性別啊 其實就是一個在 創作 或者說我們在 一個打造的過程 不只是對於跨性別者 對於許多的 順性別者 或對於其他 這個世界上的每一個人來說 我們都是在 慢慢的找到 自己最舒服的那個狀態 在性別這件事情上 就是找到一個 我們覺得最 最好的一個樣子 就是 不是所有的 順性別的男性 都要非常陽剛 不是所有的 順性別的女性 都要非常的陰柔 所以你們才是順性別 其實每一個人都 自己 呃 覺得表現出來 那個最真實的 那個你 所以這個過程 其實它是一個 一件 呃 努力去達到的 一件事情 不是我 某天醒來 就 一切就非常非常順我一 所以我覺得 對於每一個人 不只跨性別者 對於順性別者 對於這世界上的 每一個人來說 我們一生中 其實都是在 在做這樣的一個課題 就是在 找尋自己 最理想的那個狀態 呃 就像鐵熊說的 其實每一個人都在 面對這個課題 只是 跨性別者可能就離 這個課題又再 更近了一點點 其實我以前以為 跨性別是 指你離開原本的性別 然後去 成為另外一個性別 以身體上來說 當然是這樣 但我覺得 以內心來說 倒不是在成為 某個 形象 因為你最終其實只有 只是在成為你自己而已 就像前幾年 我可能還是會聽到 有人跟我講說 欸 男生就是不能夠那麼娘啊 或是會說 不要扭扭捏捏捏啊 破媽媽的啊之類的 還是會有人 會把傳統性別價值觀 套在你身上 但你就是不用管那些 你就是當你自己就好了 不管你想要成為 什麼樣的男生 什麼樣的女生 都是你自己的事 不用管別人 那 我覺得每個人 本來就有機會 要去面對到 你要怎麼喜歡你自己 這樣子的課題 我覺得跨性別 這個族群只是剛好 離這份課題更近 你有更多必須要檢視自己 跟面對自我的時刻而已 那 拋開傳統 拋開二人也會活得比較快樂 任何人都一樣 那 最後一位要介紹的是 我覺得是台灣最知名 然後也是分享最多 跨性別男性相關的資訊 或是一些資源知識等等的 一位前輩 那是大前輩 就是大樹 其實一開始真的沒有特別的想要去說 公開自己的身份 那 因為一些緣分 就促使了這件事情 去進行 那當初的想法也很簡單 就是想說透過一個節目 然後去分享自己的一些經驗 然後 經歷 然後甚至 一路走來的一些過程 讓 不管是跨性別者 或是一般大眾 知道說 其實跨性別並沒有跟一般人不同 只是 我們必須要透過 一些方式 讓自己更完整 所以當初並沒有去讓自己 用這樣的方式去 期望自己能夠得到什麼樣的目標 就 單純的真的就是 一個分享 然後 讓 還在迷茫中的人 能夠有一個方向 那 十幾年下來了 其實 其實受到很多很多朋友 因為 看到我的影片的關係 然後 而知道說自己 既然是跨性別 然後 他們透過一些方式 比如說 透過FB 透過一些 通訊軟體 然後 傳訊給我 告訴我說 很感謝 很感謝我 然後 因為有我的影片 而讓他們知道說 自己既然是跨性別 知道自己 下一步 該怎麼去進行 那也因為這樣子 而讓他們自己的心裡面 得到更多的快樂 跟平衡 那 我覺得 這其實是 一件蠻高興的事情 至少 讓 需要的人 看到這些 資訊 然後 不用像當初自己 非常非常的辛苦 然後 沒有任何的資訊 甚至資訊的 不發達 完全找不到 任何資訊的情況下 必須要透過 很多的前輩的幫助 那至少 現在我只能用 這樣子的方式 去幫助他 幫助其他人 其實我自己也是 看著大叔的背影 才走到今天 好像 講得好像很奇怪 但就是 就是我也是看了 他很多的專方 他的影片等等 然後 也是從他那邊 才知道了很多 以前 所謂 大家不太願意 分享的一些資訊 也是很感謝他 努力的撐著 就 停住 不管是外面 還是裡面 還是哪裡的一些 攻擊都 都沒有讓他 卻步 還是很持續的 分享這些東西 一直到今天 都還是這樣 所以我真的 非常非常佩服他 也非常非常的感謝他 因為一直以來 其實跨南圈 都有一個 學長學弟的制度 就是我們很多東西 很多這些資訊 不管手術 用藥 看醫生等等 這些資訊 其實都是透過 學長去傳承 去跟之後的 跨南去分享的 所以不太會有這種公開 然後給外面的人知道 這件事情 其實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 因為不想要被其他人知道 有這樣子的一個族群 或知道我們可能 可以進行什麼事情 那大家可能就有更多的 猜測或者是 甚至是一種 劣奇的心態去看待這個族群 但如果你沒有 進到這個圈子裡面的話 可能就 也很難去獲得這些資訊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認為在跨南圈裡面 就是 就是 公開現身是一件很重要的 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 如果沒有人真的站出來 講這些話的話 全部東西都是 關在房間裡面自己講 那其實 真的需要這些資訊的人 可能也很難去獲得 因為他可能要 先認識跨性別 然後認識自己 知道自己可能是跨性別 或者是他想要 認識更多的話 他還要進到這個圈子 然後去了解 然後知道自己 要問什麼問題 要經過超級 反覆的一長串 過程之後 他可能才能獲得 他需要的那些東西 那可能真的就 就花非常非常多時間 那但是今天講這集 也不是說要 跟大家說 你就 每一個人都 必須要 現身每一個人都要 公開一個猛爆性的大出櫃 不是不是 我理解 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辦法 做這些事情 然後也不是每一個人 都想要這麼做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說不說 或是怎麼說 其實都是非常非常的個人 那也沒有絕對錯 你就做自己覺得最好 最舒服的那個決定 其實就可以了 那至於出櫃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一個千古難題吧 那可能有些人很幸運 就是身邊的人很支持 但有些人可能會被歧視 被排擠 對 那這過程也沒有絕對的 一個SOP可以照著做 然後你就可以非常順利的 克服這個難關 其實我們就可以 可能可以多聽聽別人的故事 然後可以從中去找尋一點 從這邊找一點 從那邊找一點 找到一個自己 比較適合的方式 可以慢慢的慢慢的去 往前推進 我前一份工作 老闆娘跟同事 都是大我失職的人 那時候就在想說 我要怎麼跟他們坦诚 誇信別的意思呢 因為要交身份文件嘛 想說 我們還是先告知一下好了 所以我就試擔心的問他們說 你們知道什麼是誇信別嗎 他們就說 哦知道啊 我就說那你講給我聽 還逼人家講 然後他們回答完之後 我就說 哦 所以你蠻有概念的嘛 他們就說 你幹嘛突然間這樣問 該不會你是誇信別吧 我就說 哦對啊 那當然他們會很驚訝 那這件事情 我是覺得 其實你不是非得要跟每個人都這樣講 總共也不是身邊每個人都知道啊 那 如果是工作上的話 講一下 還可以啦 那如果是生活中的話 就是看誰對你重要 你就跟誰講 就讓誰知道就可以了 不相關的人 真的就沒差 那我相信今天的三位前輩 然後還有我自己也是 我們都是非常非常幸運的人 才有辦法 公開現身說 說這些東西 或者說我自己的這個身份 這些過程 那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那我錄這集也不是要大家 真的就是 每一個人 跨去別現身日 就是要現身啊 大家通常現身現起來這樣 沒有沒有沒有這個意思 只是 也許我們這些人的存在 或是你會看到這些人 你就可以有多一點點的支持的力量吧 至少不要覺得 就不會覺得自己真的很孤單 或是全世界只有我一個人 是這樣子 可以有多一點點的 有人在陪伴你的感覺 希望啦 我希望這些東西可以陪伴到你 那最後也邀請這些前輩來 跟大家說說話 就是一些鼓勵啊 或是一些建議 一些想跟 還在迷茫中的朋友們 說的一些話 那我唯一想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勇敢一點去做自己 堅持自己想要做的 然後這樣子你們才會快樂 不要因為朋友說幾句話 你的另外一半說幾句話 或者是你的家人朋友 家人說幾句話 去改變自己真正想要的 因為如果你這些生活不快樂 多活一天 我覺得都是白活的 然後不要沾一邊的眼光 還有也呼籲一些 遇到跨性別的朋友 可以更友善一點 因為大家真的都很努力啦 所以 你們多一點善意 對我們 對這些還在努力的朋友們 都是一種溫暖 真的很建議現在的一些 還在努力走這條路的一些朋友們 就是你們真的加油 然後不用擔心 你會吸引個人 然後至少還有我們一些 或許還願意公開的這些人 然後在配偶陪著你 然後真的要好好規劃未來的一些路程 畢竟不管是評估用藥手術都是需要備用的 然後好好的去努力 然後規劃自己接下來的一度 該怎麼走下去 非常感謝今天這三位前輩跟大家的分享 這些經驗 那當我們可以共享這些經驗的時候 也許我們就可以互相分享一些內心 化一些心理的感受 互相訴說或說我們可以互相服食 然後一步一步慢慢的往前走 不管是去追求自己理想中的那個狀態 或是去打造一個更友善的社會 我想不管我們做的或是你正在做的 其實都是往更好的未來去邁進 有這些前輩們的存在 你可以看到他們在這個社會上 就是我們都是寬別的 但是我們都可以活得很好 其實我覺得至少對我自己來講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力量 就是我不是自己一個人 然後其實我也可以過得很好 即使也許我會覺得 我自己好像跟一般人不太一樣 然後我過得特別的辛苦 我很多課程要去面對 但是有這些人一起陪著 我們可以一起走 至少走的不會這麼孤單 那如果大家真的有任何問題 或是有任何想要說的話 想要找人聊聊天什麼的 其實都非常歡迎 非常歡迎來找我啦 我不知道他們就是有沒有空回回答答 但是真的是就是他們都願意公開現身 其實真的都非常 就不會排斥說你去來找他講話 或是問問題 真的大家願意講其實都是非常非常歡迎 只是就希望大家不要去騷擾人家 或者是一直去造成別人的困擾 我很怕我自己就是 請他們來分享之後 然後大家就開始去罵他們 或是去管爆他IG什麼什麼 大家不要這樣 不要造成我的困擾 不然之後我要邀來便的話 可能就會很困難了 好啦最後回到自己現身的這個主題上面 其實今天看到這 就是在跟這三位前輩聊天的時候 所謂的現身這件事情啊 我覺得不只是我公開的 去說我自己的這個身份 或是說我的經歷 我在他們身上看到更多 更重要的是 可以很驕傲的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這個驕傲不是說 對於跨性別這個身份很驕傲 怎麼幹 跨性別我超屌怎樣 不是這種驕傲 是他可以為自己感到很驕傲 不管是曾經做過哪些事情 經歷過哪些事情 或者是我們成為 想要成為什麼樣子的人 我們都可以為這樣的自己感到很驕傲 很喜歡這樣子的自己 我覺得這個 這個是很難很難去做到的 可是可能對於每一個人 不只是跨性別者 對於順性別者 對於其他所有 這個世界上所有人 這件事情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就 祝福大家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 越來越喜歡自己 或至少不要這麼討厭自己 對不對 好那3月31跨性別現身日 希望大家在這個 這麼棒的一個日子裡面 可以多認識 多了解一點 跨性別 如果你還不了解的話 你可以 多聽幾集阿唐拿來跨旅程 或是可以分享 給你身邊的親朋好友 讓大家更認識這個族群 然後 打造一個更友善的環境 更友善的社會 那就希望大家可以 找到最舒服的那個方式 那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問的問題 或是想要說的話 都非常歡迎再來找我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是到我IG私訊我 都非常歡迎大家 好啦那今天這集 就先到這邊啦 阿唐拿來跨旅程 不定期出發 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掰掰 爆發 喜歡吧 我影片地 peel 超像很認識 頂嗎 ничего